好看不活的小霞又来更新了 今天霞叔说的是 2021年特效最诡异的电影 盖牙 这部片子画面诡异最为美 甚至没有引人不适的血腥场景 但是看完 却会让人忍不住头皮发麻 现在害怕还来得及 你看这个女人从噩梦中醒来 发觉腿上竟长出了几朵黑木耳 她见怪不怪的拔掉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先是几天前 胳膊上冒出蘑菇 接着耳朵里又钻出了金针菇 甚至还有四十米长的藤蔓 想要钻进嘴巴 原来女人身处的这片原始森林 空气中漂浮着一种古老的包子 一旦吸入体内就只能等死 比如这根挪动的树枝 其实是一条腿 凑近再看 树枝如手指还戴着戒指 显然这玩意儿不是植物 而是感染后的植物人 这些奇异的菌类会慢慢吞噬肉体 最后将人变成真菌怪物 故事倒回到两天前 身为护理员的亲戚和老田 照例巡查森林中有可疑人员 突然无人集中 人影闪过 金姐担心是迷途的游客 立刻下令靠岸寻找 实际上被拍到的那坨人影 是两个尼泊人 他们分明是白人 却宛如原始亚马逊土著 十分憎恶现代社会的垃圾 看到塑料袋就没收 还特意布置了许多毒命陷阱 于是倒霉的金姐 一抬脚就中招了 另一边的老田听到哀嚎声传来 顿时慌了神 然而祸不单行 泡水的对讲机彻底没了声音 她和金姐失联了 这时天色已晚 森林深处闪着鬼魅的红光 一却一怪的金姐病急乱投衣 见到破败的木屋 真的再也撑不住了 躺下没一会儿 那两个泥巴人就冲了进来 年长的自身强熟 他曾是个生物学家 他儿子阿伟诞生在森林里 从没见过女人 望着金姐那双腿入了迷 这对奇怪的父子 似乎还是什么教徒 整天祈祷着什么 金姐哀求强熟别念了 有这时间还是去救老田吧 他哪里知道 老田刚才在森林里摔倒 活都快下没了 慌乱逃酸的老田 以为能躲过一劫 出手却在他身后 慢慢将他侵蚀 一天时间里 五花八门的军类 就布满了全身 另一边的金姐 手臂同样长出了包子 他害怕的拔掉 下一秒 却在梦中惊醒 但再次生活了二十年的强熟 告诉他 这不是梦 当年妻子罹患骨癌 医生说没救了 回家等死吧 于是强熟和妻子 来到了这片森林 生下了阿伟 因为身为生物学家 强熟很久前 就发现了这里的两大秘密 飘在空中的包子 能让人变成怪物 但有个树洞 会孕育解药 包治百病 可惜妻子还是死了 但强熟依然将树洞 奉若神明 恭敬地奉上血肉 以求庇护 也许是感应到外来者入侵 森林中孕育的蘑菇怪 找上门来 能个锤子 金姐没忍住 一下就被蘑菇怪逮到 阿伟尖撞 扑上去就是一刀 强哥接着 赶紧补上一棍 两人合力制服了怪物 蘑菇怪散播包子 强熟把蘑菇怪的血 进贡给森林之神 而洞穴长出来的金针菇 则被强熟 使为神赐的礼物 吃的是津津有味 没想到 趁着强熟外出 金姐拿出手机诱惑阿伟 没网络 就看照片吧 小孩子怎么能看这种东西 江树起的怒摔手机 让金姐立马滚蛋 可却在半路之上 金姐撞见了此生难忘的画面 红瓣老田 在真菌的感染下 变成了一大坨蘑菇 木耳和灵芝 这摘下来能煮一锅蘑菇汤了 喝下去就能坐等开洗 可哪怕变成这样 也没有死 她还有意识 老田不想变成奶油蘑菇浓汤 恳求同伴金姐赶紧动手 金姐不忍心 一旁的强熟可没心软 她逃出弓箭 让老田含住箭头 噗的一声 老田变成了老身 绝杀自己开始往外冒东西 金姐向强熟求求保命的方法 强熟无奈再次前往树洞 向神明献祭 祭祷后的答案令人震惊 神明想要阿伟当祭品 而阿伟已经陷进去了 她想和金姐回到现代社会 强熟愤怒了 她瞅准时机 一口粉末喷去 金姐瞬间跌入幻境 她看到头转星移 自己也融入了自然世界 在那里她和阿伟纠缠着 没一会儿又被牢牢禁锢 阿伟死了 强熟也在苦苦挣扎 清醒后的金姐和阿伟商量好逃跑计划 那这一出门就被强熟抓了个现行 阿伟耳根软 乖乖和强熟往回走 等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亲爹按到了献祭台上 幸好金姐中途折返 引来一只蘑菇怪来到树洞 正撞见强熟要对阿伟下手 强熟解决金姐 蘑菇怪缠着阿伟 三人一怪扭打在了一起 好在最后 阿伟绝地反击 灭了蘑菇怪 也做掉了自己的亲爹强熟 回去后的金姐反复清醒 可第二天 还是长满了霉菌 故事的最后 羽人慢慢被包子湮灭 阿伟孤身一人 来到了大城市马家屯 刚从原始森林出来的阿伟 也不懂哪来的钱 买新衣服和食物 在她吃完离开后 食物很快就爬上了霉菌 原来她才是真正的邪带体 这邪恶的包子生物 即将侵袭整个人类社会 本篇名叫盖亚 也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大帝女神 众神之母的意思 本篇没有明确提及盖亚的存在 更像是一种对自然的统称 电影从自然的角度 讲了一个自然侵蚀 人类的恐怖故事 恐怖聚化成军类 慢慢侵蚀你的身体 大自然开始反击 逐步吞噬人类 不难看出 导演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 如果不好好保护环境 人类最终将被环境报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霞叔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